好 我們再來看到 總統蔡英文首次出訪 去城過境美國邁阿密 舉辦了大型的僑胞晚宴 而過境美國非常低調 都是不公開行程 參與晚宴的僑胞 也都被禁止拿手機來拍攝畫面 隨機內委就轉述 蔡英文抵達了邁阿密過後 先參觀了邁阿密港 也會在台灣時間 25號的晚上10點鐘 在下塔飯店跟旅美投手 陳偉英會面 好 我們就來帶大家 先稍微看一下蔡英文 這次出訪到底有哪些行程 首先是昨天已經出發了 6月24號出發 然後我們剛剛提到了 已經過境了美國的邁阿密 其實除了會跟陳偉英稍晚 會見面之外 那麼他已經先會見了 佛州聯邦參議員盧比歐 然後這是在邁阿密的情況 接著主要是這次出訪的行程 重頭戲要去巴拿馬 在巴拿馬抵達了之後 會參與當地的一些活動 那麼重要的是 會在活動上面 跟巴拿馬 巴拉圭 還有宏都拉斯 我們這些友邦的總統雙邊會晤 除了到了巴拿馬之外 結束活動之後 接著我們就會到 另外一個友邦巴拉圭 在6月28號抵達了巴拉圭之後 會跟巴拉圭的總統卡提斯會面 在當地同樣有相關的拜會活動 還有跟僑胞的會面行程 另外一部分到了6月30號 回程會過進美國洛杉磯 這個地方會跟什麼樣的人見面 又會有什麼樣的一些發言跟談話 也是外界關注 而到7月2號就會反抵台灣 15小時飛行時間 蔡英文踏上美國國土 AIT執行理事唐若文 駐美代表高朔泰前來接機 謝謝 機上聊了好久 機外等不及早就鋪上紅地毯營兵 小英抵達邁阿密 當地實施交通大管制 但到底要去哪 統統沒人知 我們去參觀了邁阿密港 因為邁阿密是美國非常重要的一個港口 它跟台灣之間的海運往來 也非常的密切 同時我們也感受到美國對 這次小英總統來訪問 他的重視 確實也給我們很大的一個禮遇 包括說沿路上 我看那個老美在交通 整條高速公路都管制起來 也就是說特別讓我們的行動 能夠更快速有效 走進下榻飯店 小英笑咪咪卻不能說分明 立委透露原來是去邁阿密港 而不公開的台橋晚宴 會場也意外曝了光 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夥伴 我們除了在戰略上 跟在雙邊貿易關係中 有很多的合作關係外 其實台南之間的交流 最重要的基礎 就是我們之間共享的價值和友誼 蔡英文抵達邁阿密 由美方官員來接機 下榻的飯店還可以看到 有中華民國國旗 不過這趟廚房 前後將兩度進出美國 所有的行程卻都不能公開 到底是怕踩到紅線 還是其實有貴賓要件 宣風過境邁阿密 蔡英文除了將跟旅美投手 陳偉英碰面 響應過境前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才通過對台六項保證決議案 等於是獲得美方相當程度支持 蔡英文過境美國力求低調 但要在務實中尋找亮點 Udn TV 旅行水流一圈 美國曼阿密報道